觀眾朋友歡迎繼續鎖定的是 今天晚間的10點不一樣 我是錢麗如 我們在此先預祝大家 耶誕加節愉快 不知道您今天白天的時候 有沒有出去走走呢 今天白天因為寒流減弱 所以感受上稍微比較舒適 沒有這麼冷 但是我們要特別提醒您 如果明天白天的時候要外出 又要注意保暖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溫度曲線圖 下一波的冷空氣 就會在明天的下半天報導 所以你會發現在明天下半天開始 全台灣溫度又逐漸的往下溜滑梯 原因就是因為冷空氣南下的關係 這一波冷空氣目前看起來 可能會上看強烈大陸冷氣團等級 但好消息是 如果您明天在12月24號 平安夜的時候要外出慶祝耶誕加節 這一波冷空氣水氣偏少 所以是屬於比較乾冷的情況 但是反面上來解釋 乾冷代表在夜間跟清晴的時候 會有輻射冷卻效應 所以感受上會更加的冷 因此您看到在24號白天的時候 北台灣高溫還有16到18度 中南部甚至有20到22度 但是一到清晨跟入夜的時候 尤其接近的是沿海空曠處 低溫下探10度非常非常的寒冷 目前看起來這一波的冷氣團 會在下週一的清晨達到最冷的時間點 所以到時候大家在上班上課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保暖 千萬不要感冒著涼 看起來在星期二的白天開始 就會有感的明顯回溫 當然所以這幾天還是要注意保暖 尤其是年長者跟心血管疾病患者 要特別當心 因為在最近短短兩天之內 總共有87位的民眾 到院前失去了呼吸心跳 送醫不治 而且目前不排除 可能就跟低溫有關 藍色小貨車旁一名男子倒在地上 救護日園緊急實施CPR 男子當下一進歐卡趕緊送往醫院急救 不過仍回天乏術 寒流來襲全台冷嗖嗖 桃園最近三天內就發生三起疑似猝死的案件 22號上午一名62歲男子 正要到市場上工時 就突然胸痛倒地 經濟送醫搶救不治 同一天晚間57歲男子自行開車去醫院洽工 車子才剛停好就突然感到不失昏迷 救護人員接手後 要在患者身輕時呼吸 救護人員馬上持續給予CPR 不只是桃園在台中同樣有民眾到咖啡廳內 喝咖啡喝到一半倒地不起 車子真的在搶救啊 那個人可能不知道 疫情 心肌感染之類的 西屯去一間咖啡廳二樓 54歲男子Oka 救護人員正在進行搶救 幸好送到醫院搶救回來 送到家戶病房觀察 不過台中消防統計 這個月20號到22號三天 有20人Oka送醫不治 全台從22號到23號中午 不到兩天時間就有87人Oka 但是否因為低溫造成死亡 則還要再進一步釐清 氣象專家正名點則在臉書分享 血上開暖氣前開暖氣後差很多 並且附上自己的血壓 開了暖氣血壓就正常了 也提醒大家沒有暖氣 記得就要穿暖一點 TB 新聞綜合報導 好 當然這兩天很多人上山追雪 不只在太平山 荷歡山也下雪了 還出現非常有趣的畫面 是在吳嶺亭的即時影像 訊號不穩 只有被網友戲稱說 鏡頭之音你是冷到發抖嗎 就連2600公尺的小雪山天石 也降下白雪 大雪紛飛何所思 但是台灣難得遇到這樣雪花翩翩的時刻 即使冷風呼呼的吹 還是讓追雪的遊客熱血沸騰 很新奇 我第一次看到嚇著嚇這麼大 好興奮 好興奮啊 荷歡山出雪變成了銀色世界 幸運的遊客把握冰雪奇緣 高舉手機自拍 熱血的重機騎士頂著寒風 還勇敢喊著不會冷 這可能是熱血的 不能穿了五件衣服三件褲子 老天爺椰彈之前 在荷歡山下了這場雪 先給了一個白色椰彈 民眾堆雪人戴上紅色的帽子 很有過節的氣氛 還有人對著即時影像的鏡頭 跟深夏的親友打招呼 但是訊號不穩定 不太給力 山坡積雪結冰 更高處的樹梢有霧松 為了跟高處的雪景同框 有些同客無視警示牌 爬上山壁拍照 泰管處表示這可是違規 攀爬在武林停車場後方的岩壁 觸犯了國家公務委員公告禁止 是向依法可以開罰新台幣 1500元到3000元 不只荷歡山下雪 玉山氣象站也回船了雪景 青山綠樹附上白雪 急凍結冰 觀測風速的小飛機封標結冰了 氣象站人員提水 澆水溶冰 台灣難得出現冰封世界 不只3000公尺高山 海拔2600的小雪山天池也下雪了 清晨7點多 大雪山森林遊樂區內的小雪山區 開始飄雪 雪花夾著冰線飄落 8點多轉為小雨 小雪山資訊站也一樣 地上飄落的紅葉被冰雪包覆冰凍起來 綠葉也像灑了糖霜 地面上也有冰晶凝結 這波寒流好強 雪線悄悄下降 TVS新聞張崇敏 陳嘉桂吳淑平台中南投報導 不過天氣再冷選戰腳步不能停下 因為現在選戰倒數只剩21天了 我們就來看到是民眾黨的柯銀配回到了柯文哲的老家新竹合體造勢 他喊出希望新竹成為台灣的新政治起點 所以柯文哲拋出了三個心 包括了新對話 新安全 新民主 我們是要選擇清廉勤政還是貪污腐敗 我們要選擇一個新政治還是一個救世之地 我們一定要把台灣迎回來 把國家交還給人民 要贏得2024政權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即往家鄉新竹作為起點 拋出三主張 新對話 新安全 新民主 民進黨跟中國是完全不對話 國民黨是跟中國對話的非常曖昧 打出兩岸牌 柯文哲搬出2017世大運 八次雙城論壇經驗 自信有能力跟對岸交手 我們現階段就是要保有目前台灣 我們擁有的民主自由制度 這才是我們中間路線 真正要去做的事情 賴清德當總統 台海的戰爭風險還是會升高 侯友宜選擇趙少康當副首輿 他們是開始整個往中國靠過去的 兩岸和平對內也要社會和諧 才能做到新民主 柯文哲當總統 台灣才有可能擺脫藍綠惡鬥的泥老 這一場選舉是要選台灣的總統 我們就是要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2020民眾黨全台政黨票新竹最高 2022更奪下第一位地方首長 只是回到自家主場 新竹市長高鴻安正在訪美 只能隔海加油 台灣人值得擁有一個更好的總統 跟副首無心營都跟新竹特別親 柯營造勢新竹市立體育館無法容納8000多人 戶外再開第二現場 柯文哲赴廠外置線 柯營全力催票 2024要在故鄉再創家機 得期盼封城 真能起封 而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在星期六他則是前往高雄拜廟掃街 那麼在地疑似是有綠營的里長 他倒戈來力挺侯友宜到場來支持 但是也發生了尷尬的場面 侯友宜向神明獻花的時候 花束不穩 倒落地面 獻花 來到廟宇參拜侯友宜準備獻花 尷尬的事發生了 再獻花 紅色要花生 花束可能太重 重心不穩倒下地面 侯友宜手上拿著紅色盤子 想接來不及 沒接住花掉了 廟方趕緊撿起 讓侯友宜再獻花一次 行程馬不停蹄 來到高雄內圍的赤龍宮 藍軍相挺 民進黨籍的也來湊熱鬧 穿水藍色背心的這一位 是高雄市嘉義同鄉會的理事長 蔡崇明 她擔任過四屆的嚴城區里長 她女兒則是前民眾黨的助理 曾爆出不倫戀的蔡宜方 而蔡崇明不僅高喊動蒜 受野高舉三表示支持 難不成被拔妝倒戈了嗎 至於蔡崇明結束行程以外出剪頭髮為由不受訪 私下表示她跟侯友宜都出身嘉義 受朋友的邀請一起去給嘉義人溫暖 蔡崇明沒有退出民進黨的想法 但如果黨認為她違反黨紀 懲處或是開閘 她會尊重 至於副總統政見發表會 侯友宜的副手趙少康一度口誤 賴清德當選就是我老闆 趙少康在揮後頻頻道歉 坦誠口誤 主帥侯友宜則是也在臉書上稱讚 趙少康絕對是表現最好的一位 也透露趙少康一句 世衛知己者死 令他相當感動 趙少康也留言 謝謝友宜兄的肯定 兄當選就是我的老大 侯康兩個人心心相襲 TVBS新聞吳中勳高雄報導 至於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 賴清德他前進台中搖擺州 約這個地方被視作是 國會能不能過半的關鍵 賴清德炮火全開 左批侯友宜的大巡管爭議 又打柯文哲靠農地停車場大賺一筆 決戰中台灣確實很重要 賴清德和八位立委候選人 一字排開就連日本政治學者 小立元又來觀戰 賴清德環島拼圖來到這 他們家的大巡管 這次說叫做凱旋苑 越大越負越大 你知道嗎 又同期間 他這次一半 昨天已經比101大樓還多了 家稿演出 賴清德火力全開 IP完藍營對手侯友宜 他們是 他們這是有價位草農地 他們要等變境 要賺大錢 要不然變境盡情 還要變平家庭來收錢 所以我也要賺錢 我們沒有這樣 你們家這個土地 我們來交付公益信託 提供蝦庫公益使用 大家有贊成嗎 他還要贊成嗎 他還要贊成嗎 再酸柯文哲就是要凝聚支持者 尤其台中搖擺州 被視作能否國會過半關鍵 台中立委席次一共八席 國民黨這次只有兩席 綠營六席 只是根據民進黨派系 內部民調包含林靜宜 莊敬成及接棒黃國書 參選的江照國 選情都陷入膠著 尤其是莊敬成對手 盧秀燕子弟兵黃建豪 在這一區 讓他陷入苦戰 更被形容在中台灣 對手可能不是侯友宜 反而是台中市長盧壽燕 而蘭茵也評估要搶56席 關鍵就是台中桃園 對 其實剛剛 我們好幾位其他的候選人也提到 我們現在遇到的事 像是這個市府他 當然市府他有他的執政優勢 他會有一些執政的資源 地方執政的資源 可是地方執政的資源 我們當然也希望說 整個在處理上面 能夠對我們公平一點 難怪有句話說 得搖擺選民 得天下可見激戰程度 TV變身無愧 離聚恒台中採訪報導 那麼是太累了嗎 一向變才無礙的 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 既昨天誤把侯友宇喊成賴清德 今天到台中輔選 又說江啟成是台灣和平的恐怖分子 他坦言自己又口誤了 未來說話會慢一些些 賴清德當選的話 兩岸一定比現在更緊張 大台中替江啟成站台 趙少康點名賴清德動算 會讓兩岸關係變壞 但接下來 昨天晚上我講 江啟成是台灣和平的恐怖分子 一點都不誇張 賴清德是一個恐怖分子 江啟成是我們 東四選出來最好的委員對不對 對 好多旁人趕緊提醒看看江啟成 這尷尬而不是禮貌的表情 因為前一天才出現類似場景 賴清德當選就是總統 他就是老大 就是我的老闆 一句賴清德就是自己心中最好的總統 政見會後 綠營名帶粉磚出籠 算他終於說出心裡話了 而他的對手到宜蘭 跟候選人採水果也不忘順水推舟 加油 我們都認為賴清德 加油 這口誤了 那因為一直在 我一直在評論賴清德賴清德 所以我要再強調一次 侯友宜永遠是我的老大 自己打幾分 很難打了 因為你口誤 我講口誤就要扣掉20分 勉強過關吧 口誤先扣20分 自評表現勉強及格 不過會上自己主動提起 一旦當選 將接種賴清 與吳錫瑩外交方面能力 但擅自邀請 難道都不擔心黨內會有雜音 這不需要經過黨內同志 我想侯友宜 市長也已經講過了 只要是人才都廣納 我們絕對不像民進黨這樣子 限於一黨一派 黨裡面還在分派 派裡面還爭權奪利 廣納人才不願畫地自憲 儘管聽來有些 而民進黨的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 他出了名的愛貓 還自稱是戰貓 因此黨內立委候選人 想找他站台 也想方設法跟貓扯上關係 像是高嘉瑜這次不唱歌了 他改學貓叫 還有另一位王敏生 他乾脆約蕭美琴一起去毛孔 參想滿滿的餵貓心得 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 應自家立委高嘉瑜的邀請 到救援貓咖啡廳 看到貓咪臉上滿是幸福的表情 像我昨天去參加證件發表會 那個我身上連得幾根貓毛 就說不要擦掉這樣 就身上有貓毛 比較 真正的貓派這樣子 比較療癒一點 高嘉瑜強話說貓最愛魚 似乎要強調讚貓挺高嘉瑜 知道蕭美琴愛貓 高嘉瑜還準備這首歌曲 你有聽過學貓叫嗎 沒有 真的嗎 我是聽過貓叫啦 沒有聽過叫學貓叫的歌 我們一起學貓叫 一起喵喵喵喵喵 在你身邊殺個角 喵喵喵喵喵喵 秉持著我不尷尬 尷尬的就是別人 高嘉瑜只管跟貓有連結就可以 另一位候選人也知道這道理 貓籃的貓空站 但蕭美琴上貓空 另一位候選人王敏昇 還特地找貓空的雙向緣 要讓蕭美琴重溫駐美的記憶 雖然沒有貓咪 但也可以吸引貓派主義 我們山下有動物園有貓熊 然後有這一條貓籃 然後山上有貓空 所以貓熊貓籃貓空 我們叫做山貓 所以就會推一個山貓計畫來推動 我喜歡這個名字 對 因為你是讚貓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邀請讚貓 特別來參訪貓空 什麼都跟貓有關係 小雞合體蕭美琴 想破腦筋 不僅要展現蕭美琴的溫柔堅硬 更重要的是 把毛小孩爸媽 變成支持自己的選民 TVB的新聞 副電話劉立成為 家綺 SNG小組台北西方報導